过生日砸了家 女警巧劝女强人 去打车已到达 下车不愿付车钱 百姓315马上为您成现 大家好 这里是由清血八卫片 赞助播出的百姓315 我是主持人小小 进入今天的守护者联盟板块 过生日咱们图的就是开心 幸福 但是您看 求助人张女士 她在生日当天 是没有一丁点幸福的感觉 可以说过得是非常糟心 到底怎么回事呢 小心点掉 你好 我是咱警官路派的所 来出境民津 张媛媛 咋弄成这样啊 2023年3月8号 张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称儿媳妇小静把家给砸了 接到报警之后 金广路派出所副所长张媛媛来到了现场 车为啥 车为啥扎东西啊 有个这个一句话 说那个衣服是别人在这 他妈就说 那不是的 他说我儿子给买的 他给王老买的机会就不想 只是说今天这个事情 是情人节那天他在外面租房子 家里平常都是 我和我老婆一直都是免利分居 就是从日子到现在 你平常一个人在这吗 我带我女儿 我还要上班 你在这上班 他在开封上班 他在开封上班 就我一个女儿啊 一个男的一个人住的情况 情人节不让你进去 你去了过后 你开了门了过后 你突然看一些东西在这 屋里能收拾的可好吗 屋里床单 床单都弄了 你是怎样想的 原来 因为想陪同妻子过妇女节 小静在开封工作的丈夫 专门回家来看望他 可是小静却又提起了 前段时间情人节发生的那些事 双方便争执了几句 小静的丈夫起身又走了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呢 她现在是不愿意见你 你今年多大 38岁 38岁 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不是一天两天 那肯定是长久以来 中间是有问题的 婚姻肯定是出现问题了 然后到现在 只是说把这个问题给显现出来了 你忙的是我知道 好你忙你能给我这钱的回来 好你没钱没时间 你电话不接 你就这 然后男的干啥 钱给不了 时间给不了 啥也给不了 你找这男的干啥 我们来出这个警了 是因为你公共报警了 我们来处理 处理的话 你像你们这个 是家庭矛盾丢分 对吧 是夫妻两个的事 因为婚姻这个感情的问题 是吧 我们来这儿呢 也就是说 他能不能帮助你 通过了解 民情得知 小庆和丈夫结婚十年了 从一开始就是分居状态 后来 小庆为了照顾孩子回到郑州 而丈夫还留在开封工作 长时间的分居 让小庆总是感觉 丈夫对他态度非常冷淡 甚至还怀疑 甚至还怀疑丈夫 有了外遇 我刚才也了解这个情况了 其实他生气的主要目的 还是因为你儿子 他说他出轨了 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一句话 生气砸东西了 是不是有这回事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在那儿 绝对没有这回事 听到公共这样的回答 小庆并不相信 甚至还产生了 放弃婚姻的想法 想选择走 要么就换一个权利 要么就外面 可以啊 你有选择生活的权利 而且你也有能力 能做到呀 我一直觉得 我付出的态度 我觉得不放下 但是现在觉得 我觉得应该选择放下 不好的东西就要放下 你背着它就是个包袱 你能挣钱 能养家 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孩子 你完全自立啊 你多好多优秀啊 已经超过大多数女人了呀 就是离了婚姻 像你这个年龄 你随便找 我觉得你也能找到 很优秀的男人 你现在把自己家 砸成这样 你生活在这儿 糟糕了环境 你心情糟 听到小庆想要放弃婚姻 民警张媛媛 并没有立刻阻止 她的这种想法 反而是肯定了 她独立生活的能力 不过接下来 民警却突然话锋一转 我一说 咱是个女人 而且我们 我们还有个角色 就是我们是母亲 对吧 肯定要为孩子多想 这个时候 不妨先冷一段 等窗房都冷静下来的时候 你们俩再好好谈 为啥 毕竟有孩子 还有父母 我们结婚不是为了自己了 那都肯定是家庭 各个方面的关系 都要考虑到 我相信 那俩现在这个时候 跟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完全都不一样 其实这个 其实婚姻里面 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 听了民警的话 小静突然感到 其实自身也是有问题的 并且决定以后 不再胡思乱想 不再猜忌丈夫 看到小静想开了 民警也放下了心 随后 民警也向家里的老人 做了交代 咱作为父母 如果儿子真是犯错了 我觉得咱也不能 咱该说说 该吵吵 为了这个小假厅的日子 为了以后能够 吵好了和谐的生活下去 我也喜欢这样 夫妻两地分居 的确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但这更需要夫妻双方 用心去经营家庭 在张警官劝解之后 我们也希望 张女士和丈夫 都能够冷静下来 为这个家庭多多考虑 好了 咱们出门打车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 目的地到了 咱下车先付钱 结果您看这乘客 就是不支付 民警都到了现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郑州市公安局 二七分局 京广路派出所辖区内 一位出租车司机 将乘客拉到目的地之后 没有让乘客离开 而是直接报了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是出租车 我打标是43块钱 他不给 他说他手机上多少钱 他就给我 他刚刚手机上看的 第一是30多块钱到这 我手机上显得30多块钱 2023到最多30 你手机上是通过什么东西显示的 显得32块钱 显示的你让我看看 高德地图上显示的价钱 由于乘客在下车时 需要支付的费用 比他在手机上查询的价格要高 于是该乘客就拒绝支付费用 那么出租车司机 又是不是存在多收费的情况呢 距离多少公里 应该是16公里多一点 我打表多少钱 43呢 群号等应该是没有多少钱 因为一路都是高价 10块包含3公里 超过12公里以后是每公里3块 12公里一千是每公里2块 刚才司机解释的 这个郑州市的这个出租车 收费你明白了没有 按照你坐的这个16.6公里的 这个距离的话 收费43块钱是很合理的 我也不能扶着 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的 这并不是他要多少 你出多少 咱证据他的发票都给你打 他发票 他不是说谁要的这个钱 里程16.6公里 两分半是几一块 就是正常 那收费是很正常的 一点都没有哪个地方不合理 在核实了事情的基本情况之后 民警认为 乘客应该正常支付出租车费 不过 此时该乘客却并不这么认为 现实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 你接受得很清楚 正常 正常 我做多少回来 我不是做这一次事了 多少回都给这大差不差 那我再问你一句 这个这个平常你做这条线 最高的时候收费多少 叫多少 我没做过这条线 其他地方 你不是说 你刚才不是说做过好几次这个吗 我做过多少次了 我都没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那以前做这个多少钱 他不会向上 最多不会向上五块钱 给我手机上 给你手机上产生的这个费用 凑不了五块钱 你在郑州 这个平常打出的车同样的路 只要是时间段不同 它收费就不同 很正常 你在这个地图上搜的这个价格 它是一个大概的价格 它并不能代表实际产生的这个车费 民警和调解员虽然给小伙子进行了解释 但是小伙子却依然没有转变态度 我是郑州二七区的人民警察 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事情 当你对这个车的价格收费有意义的时候 你可以记住该车车牌 夺取发票 向当地的出租车管理 投诉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我们民警出警的这个现场的执法纪录仪 你要若觉得对你不公平 要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话 你可以对该车进行投诉 但是拒付费不合适 你拿着这个去投诉 是我的问题 我肯定要结束出贩 但是不是我的问题 你也不能说不给我欠 对不对 它挺委屈的 但是这个事的 我确实就是这个事 我觉得它并不委屈 按照你所上车的地方到这个地方 在现场我们也咨询了三四位群众 收费43块钱合情合理 我敢对着镜头说这样的话 所以说我并没有认为 出租车司机绕路了 多收理的费了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该乘客仍然是不愿意支付车费 此时民警和调解员突然想到 这位执意拒付车费的乘客 会不会是有什么困难呢 你要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的话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 你可以给我们讲 我们给你想办法都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 你下车 你如果是没有欠 或者说你欠不够 你可以好好跟我说 对 就是你好好说 我不要都可以 我也不是说没有说 干过这种事 不是 我就不给他借一下 是 他说他打一个表 给我收紧不一样 你手机上是预估价 是以实际跑的公里数为准 是因为望远车跟出租车 存在价格上的差异 他就看的是望远车的价格 我这是出租车价格 再没有必要这样 把这个事情僵持下去了 对吧 你所缺的这种钱 我不给出租车司机算了 他这是运营车 对不对 看看愿意给出租车司机多少钱 最终该乘客还是少支付了 出租车司机8元钱 不过该司机也谢绝了民警 要替乘客支付差额的好意 为了不影响司机开车的心情 民警还专门对其进行了劝说 然后你在心里 这坎赶紧过去 这驾车安全是第一位 其他的过去的就过去了 好不好 走吧 网约车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优惠活动 价格有时候比出租车会低一些 但是真想要图便宜 为何不直接叫网约车呢 拿着网约车的收费标准 跟出租车比 这真的有点太较真了 王女士说 虽然10岁的儿子 能够记住他和家人的电话 但是孩子今天 恰好没有带电话手表 所以担心孩子和他走散后 会出现意外 因为王女士和儿子走散的地方 靠近火车站 人流量较大 为了防止孩子出现意外 黄警官决定 边电话通知其他同事 先在附近寻找孩子的身影 边看监控 就在民警和王女士 一起赶往二七广场的路上 王女士突然接到了 儿子打来的电话 15分钟后 我们在郑州二七广场地铁站地口附近 见到了王女士的儿子 和热心市民张女士 她说是阿姨电话给我用了吗 来来来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然后我们今天跟妈妈做沟通 出来了有情绪 但是不要跟妈妈分开 你今天你看检察署找了一圈 妈妈现在眼泪都没有干 这边因为人流量大的 然后就看好孩子 拉好手 以后出来再也不撒手 弟兄们 不哭了 不哭了 好嘞 没事 安慰孩子 没事 不敢再吵他了 行行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没事 拜拜 他们立井围攻 执法为民 他们以情动人 春风话语 优秀公安民警 携手金牌调解员 下沉到基层一线 冲锋在矛盾前沿 将矛盾化解在原点 警媒联动24小时在线 创新建行 森林平安创建 河南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 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 联合打造河南首档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电视节目 守护者联盟 敬请关注 节目最后提醒咱们各位观众朋友们 郑州中科甲状腺医院专业治疗 甲抗甲检甲状腺节节 预约专家0371-5650-5678 5650-5678 好的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百姓315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期节目再见